談著水乳交融 因為呢 戀愛可以分很多種對不對 我跟蘇先生是一個戀愛 我身邊兩個小孩 哇 媽媽那個 對不對 看小孩的時候最美 因為心動都有愛 還有什麼時候呢 我還跟誰談戀愛你知道嗎 而且 談著 快要跟蘇先生談戀愛的歷史 一樣長久 就是跟食物 食物 跟食物談戀愛 為什麼會跟食物談戀愛 大家都知道嘛 蘇琪跟我結婚在兩年 就得 肝殘 而且是很大的肝腫瘤 雖然呢 那個腫瘤是 有一層磨包著 位置也很好 可以一刀切除 切得很難 沒有 就是腫瘤 那公分數很大 還好 有一層磨包著 所以可以開刀 一刀切除 切得很乾淨 但是切完以後呢 醫生跟我說 大概兩年呢 破發率高達50%以上 然後呢 五年還能夠存活在這個世界的 不到15% 所以我從那時候就開始 努力的去尋找 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我先生 能夠戰勝癌症 所以我後來就找到了 食物 對 然後靠著食物呢 不僅讓蘇先生 這28年來 一直很健康 還可以服務公職 而且我們還在 蘇先生忙碌的公職生涯裡面 偷控生了兩個寶寶 分別在我41歲 和我44歲的時候 所以我的寶寶呢 兩個現在已經 一個24歲 一個21歲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的年齡 比剛剛說 他說的美麗的年齡 30歲 還多一倍 再多一點 那 我就發現 真的 跟食物談戀愛好好的 不僅自己能夠健康 還能夠美麗 先生可以健康 還有一個幸福的嘉年 而且現在呢 我也用食物幫助很多人 我現在是癌症關懷基金會的董事長 我們有舉辦那個癌友飲食專班 三個月 我們也有半日班 幫助癌友和他的家屬 還有做免費的營養資訊 你們知道嗎 有一個化、放、癌都不孝的 腦部淋巴癌轉移的患者 那我們那邊來 參加了我們的癌友飲食專班 三個月以後 那個化癌 文風不動 放癌只小了0.3公分的那顆腫瘤 參加我們的飲食專班 靠著飲食以後 小了0.4公分 就變2.8 然後呢 再過三個月 再去追蹤檢查 醫生看到片子就跟他說 好神奇好神奇 你快來看快來看 為什麼呢 醫生說 全部不見了 腫瘤全部不見了 所以啊 飲食的 跟飲食談戀愛真的是好處多多 我們一定要愛上飲食 因為飲食就是讓我們健康 讓我們美麗最好的方法 而我那個28年前 罹患肝癌 肝腫瘤非常高 快要到兩位 就快要突破20的先生 他現在呢 連逼肝帶緣都沒有了 他是因為逼肝帶緣 所以就是比人家容易得肝癌 可是現在連逼肝帶緣都沒有了 我不得不說 食物是神奇的 而我在跟食物談戀愛的過程裡面 我發現食物會讓女生 讓男生都變得更美麗更健康 為什麼 因為最好的Q10 最好的Q10來自哪裡 來自綠色的蔬菜 然後呢 我們的那個如果免疫力好 不僅能夠讓我們那個皮膚會細緻 美白 像那個綠色的彩也會讓我們美白 還有蔬菜裡面的維生素C 水果裡面的維生素C也會讓我們美白 還有呢 連那個皮膚粗糙 長痘痘 都可以消除 我記得我去 我昨天去台中 有兩位 還有 有兩位我的粉絲 不是還有粉絲 我的兩位粉絲 我非常非常開心 聽到他們跟我說 他用我的綠拿鐵的方法 瘦了十公斤 瘦了十公斤 他的小孩也瘦了五六公斤 有兩位 那有一位呢 他還說 他的媽媽最近開刀 然後 他就用我的健康兩杯 每天打給他媽媽喝 結果他的媽媽呢 那個血紅素 從八點五 就是開刀以後 血紅素巨降到八點五 然後呢 兩個星期十五天半個月 上升到十一 他昨天剛剛告訴我 然後他說連醫生 都跑來問他說 他是怎麼做到的 他給媽媽吃什麼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一直推廣綠拿鐵 精力湯 我們用多種多各樣的食物 然後來幫助我們健康 那 但是呢 我不是一個很專情的人 意思就是說 我跟食物談戀愛 我需要很多的工具 所以除了 我喜歡用的那個 Vitamix 打綠拿鐵以外 我最近呢 又愛上了一個新歡 我最近也想跟生活談一場 甜度爆表的戀愛 為什麼呢 因為我又找到了一個新歡 我這個新歡 長得還蠻漂亮的 很漂亮喔 對 我先愛上他的前一代 用得非常的得心應手 而且呢 還把我先生一起拉進來 我為什麼說 我的戀愛 我先生都有參與 因為呢 我藉著飲食 改善我自己以後呢 因為我的先生 慢慢的也覺得飲食真的很神奇 他慢慢的戒掉了 讓他不要吃的那些壞的食物 然後慢慢吃好的食物 再加上運動 他現在呢 身體的年齡只有 他應該七十歲了今年 但是他身體的年齡只有四十二歲 四十二歲 腰尾也很標準 然後頭髮也很多 所以人家都以為他還很笑臉 他們說 陳背後看得像大學生 那他就覺得 食物真的太棒了 而且他覺得 用這種股食 用運動 用生活形態來改變自己的健康 是最好的 所以他常說 他是整形不整容 什麼意思呢 就整身體的形狀 然後呢 不一定要去整容 對對對 所以呢 也是非常的健康快樂 所以他現在呢 就跟我一起來跟食物談戀愛 現在我家的經歷當早上 都是他打的 他已經很會打 而且 我最近有點失禍感 因為以前他還要邀我 要我去備料 譬如說泡黃豆啊 泡黑豆啊 泡那個埃及豆啊 還是準備什麼 現在呢 他自己都會把它準備得好好的 我都覺得說好像我快要失去作用 然後我又拉他來喜歡我的新歡 而且我發現我用這一招以後呢 真的是我自己方便不少 因為這個呢 它就叫做一切可以搞定 我先 家裡什麼做菜的時候 什麼最麻煩 燉湯對不對 燉湯一定要有點時間嘛 對 有的時候 如果你加點排骨啊 什麼雞肉 他要的時間更有 不像味噌湯幾分鐘就好了 所以 我有時候忙不過來 或者下班太晚 我就會跟他說 你把冰箱裡面的那個青木瓜 切一切 然後呢 把我買的那個好的小排骨啊 拿出來用熱開水燙一燙 然後就把它丟進去 然後呢 你就按一鍵 然後你就可以去休息了 一鍵就搞定 然後真的 我回家呢 就有一個好湯 我再撒點鹽就可以了 那有一次呢 我又請他乳法泡製 結果我回家的時候 青木瓜排骨湯 變成了牛尾湯 我就問他說 天啊 怎麼會變成牛尾湯呢 因為排骨 我有把你拿出來解凍 可是牛尾沒有耶 我說你在哪裡找到的 他說在凍箱 那我說那你有解凍嗎 他說什麼叫解凍 他不曉得食物要先解凍 但是呢 他知道牛尾湯要跟高麗菜 蘸茄 紅蘿蔔一起煮 所以那時候我家這些冰箱裡面 都有這些菜 所以他把這些都放進去了 然後他就知道我家的方法 按了一鍵 然後當然有加一點薑片 這一點料理的知識他還是有的 所以我家以後 哇好好吃喔 那個牛尾不是要蹲很久嗎 可是這個湖 它蹲得軟爛恰到好處 那高麗菜呢 如果像我們自己以前在家裡燉湯 是不是牛尾要先下 然後最後快要好的時候 才把這些一起丟下去 那我相信我的先生 他是一起丟下去的 但是呢 高麗菜還是非常的爽口 沒有爛到 沒有很爛 番茄 一切都恰到好處 那那天呢 我既開心 又有點難過 想說我這麼多年的廚藝 被我老公一下子就趕過了 就一見了 就趕過了 不過呢 從此以後我就得到自由 因為我就不必 一定要趕快 趕回家去做菜 有的時候他先回到家 他就可以做菜 後來我發現 這個非常的 好處非常的大 除了煮這個湯以外呢 後來他煮紅豆 完全很好吃 後來超好吃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是變平的 大家有聽過 冷氣機有變平嗎 有 洗衣機有變平嗎 現在他是變平的 然後呢 他是找了全世界最好的 這個 大家都知道我很注意安全 因為我和我先生乾燥不好 不要冒任何的風險 所以我們很少在外面吃飯 一切都要回家吃 那回家吃 當然更要安全 所以呢 它這個玻璃 是德國最好的守德玻璃 那它的加熱器呢 是英國最好的智慧加熱器 它所有的東西呢 就等於是一個聯合國 都是找全世界最好的精品 把它組合起來 再加上設計得非常的美美的 所以我和我先生 都跟他談了一場非常好的戀愛 後來我發現 不只煮湯喔 我如果要紅燒魚 我就把魚丟進去 把那個薑啦 蒜啦 或者是蔥 切入油 對對對 或者是米淋 還有水 你適量的水 一起放下去 十分鐘 十分鐘 那好處就是 我不必一直看爐子 我可以用炒個青菜 那裡弄個魚 二十分鐘 其實十幾分鐘 我就可以吃飯 然後面鍋裡的飯 其實這裡你如果煮湯的時候 它裡面有一個盅 有一個這樣子的盅 可以放在裡面 也可以煮一個飯 所以有的時候 我很忙的時候 就是一盅一湯 然後呢 我一個朋友比我更厲害 他說我還想到一盅 然後你把青菜切好 等那個湯好的時候呢 你再把那個青菜丟下去 然後把它撈起來 對就是一菜一湯 然後還有一半 哇 這是一個人的廚房 一補就搞定 所以我跟他真的是 玩得非常非常的開心 為什麼 因為我有一陣子 一直趕搞很忙 那你知道嗎 我今天中午 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 我在鍋子 我在爐子上 放了我的鍋 開了火 然後準備放鍋子燒熱 一點點要準備放油 對 然後我的女兒 從國外打電話來 怎麼能夠放過這個機會 趕快就去接電話 就跟女兒聊起來 忘了鍋子上 那個爐子上還有鍋 哦 等我聞到味道的時候 趕快跑過去看 還好那個鍋子很耐燒 還沒有燒 但是已經有一些 那個鍋子的味道出來了 哇 嚇死我了 所以有這個就很好 因為我把它放了 開了以後 我完全不用熱火 對 有一天我要帶便當 然後我就想說 哇 這麼晚了才發現 明天沒有便當菜 我就 把那個 剛好我們家有朋友 我只吃我朋友自己殺的骨雞 自己養 自己殺送給我的骨雞 所以我就把幾塊骨雞放下去 然後我居然還讓它的皮先烤油 先走油 然後放洋蔥 放紅蘿蔔 放我想要的配料 我都喜歡在裡面 我那天還有黃黃地豆 我非常喜歡一點點肉 配很多的青菜 那它都可以拌到 我就把它放著 然後再加一樣 比如說你要的調味料 然後放上去 按30分鐘 我就去救起來 第二天起來 我就有一個現成的菜 可以在便當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好的幫手呢 我們女生呢 不僅可以自己吃得漂漂亮亮 而且可以穿得漂漂亮亮去做駕駛 這樣子的話 根本都不用沾到很多的水 而且呢 不用每天被綁在廚房裡 所以我最喜歡 用好的工具 來幫助我 跟食物談好好的戀愛 那這個 我剛剛說 我已經有了一個對不對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 那為什麼我現在 又要提琴別戀 因為 因為它好討厭喔 它有一個我最喜歡的功能 叫做 背縮 它可以做優格 它可以溫 對 大家可以看 你幫我拿一下好嗎 它可以溫奶 所以如果媽媽家裡有小baby的話 你放上去它就自動幫你溫奶 然後呢 它可以飽湯 它可以煮粥 它可以煮燕窩 這個我倒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本來呢 就是有朋友送我的燕窩 我去馬來西亞演講 大家都知道馬來西亞生產燕窩 而且邀請我去的單位呢 正好是馬來西亞最有名的燕窩生產商 所以它送給我的伴手禮就是燕窩 可是燕展喔 好漂亮的燕展 可以拿回來以後 我一點辦法都沒有 那我主持健康2.0的時候 就特別找了一些達人來分享說 怎麼樣處理燕窩 我就可以吃到燕窩 可是他們講了半天 我還是沒學會 因為覺得很複雜 可是 後來我有了那個鍋以後 就很簡單 來 我們來吧 就是把它 他教我就是把那個燕展呢 泡水 泡了差不多2個鐘頭到3個鐘頭 把雜毛拿掉 然後就把它撕一撕丟進去 然後加上適當的水量 如果你要加冰糖的水 我通常都加冰糖 我都加紅棗 我會加一點紅森和西洋森 補氣補血 或者掌森也可以 然後外面呢 就放水 放那個1,000cc的水 然後就按電窩鍵 它剛好有一個鍵 也是可以煮燕窩 30分鐘 這個燕窩就好了 所以早上的時候呢 它還可以有一個保溫 所以你也可以 就保溫熱 所以就可以喝溫溫熱熱的燕窩 那我通常是早上起來 再給它稍微保溫一下 讓它不熱 然後就有一個 一種很好吃的燕窩 然後不夾生 不晃水 嗆到好處 所以我的燕展呢 很快 原來完全沒有用的燕展 就發揮用度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 不是我們技巧不好 是因為你沒有找到好的工具 那現在我很喜歡吃優格 因為優格對我們非常非常的好 那優格要怎麼吃大家知道嗎 優格就可以減肥了 日本有一個明星 他吃優格就減了15公斤 但是要怎麼吃 為什麼我們很多人越吃越棒 因為第一個 你可能吃外面的優格 外面的優格呢 它會比較加了很多很多的糖 所以可能不太好 它的菌 我不曉得 我們也不太清楚 那如果自己做的話呢 你就可以 可以 還有不會 可以不會做 對 可以自己選好的菌種 然後自己做 然後最重要的是 它可以保溫到38度 優格就要溫溫的吃 為什麼呢 因為優格裡面呢 它有一個胖菌 也有一個瘦菌 那個叫做四肌 就是四肌菌 它可以 這個四肌菌呢 是中性菌 它可以 如果你腸子中 好菌生態多的話 它就變好菌 壞氣生態多的話 它就變壞菌 四肌作亂 或者四肌作好 那它的胖菌和瘦菌 胖菌當然是讓你胖 瘦菌當然就讓你瘦 所以你要瘦菌比較多的話 你就加熱 因為瘦菌 在冰冷的狀態之下 它就失去作用 所以你吃多了 也沒有用 那我通常都贊成大家吃牛奶 大家看我的粉絲頁 因為我很少喝牛奶 那我暫時 我暫時吃優格 因為我們到了一定年齡以後 都會乳糖和奶 尤其亞洲人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消化 到妹妹這個年齡 可能就已經不行了 所以那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吃優格 優格 那溫溫的吃最好 所以呢 我現在就想說 哇 再來拜一台 然後呢 就可以做優格 剛剛講 可以溫奶 可以做優格 很棒 而且它呢 這次喔 我上次還有覺得 它有一個不圓滿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這個燈袋 就是我不曉得它燒到哪裡了 還有多久要好 有的時候 可能快要好了 我想吃飯 我可不可以先吃 那現在呢 它這個 就是 你快燒好的時候呢 它這個燈袋 就這樣慢慢慢慢 告訴你還剩幾個 還有多少時間 就快好了 譬如說 我最近要煮一個曼月梅 曼月梅 來來來 我們的 不是不是 那個手板給大家看一下 曼月梅 我的水 可以給我一下嗎 這個 好不好 曼月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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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椒銀耳燈 大家都知道陶椒嗎 不知道喔 陶椒 我們有現成的成品喔 對 陶椒給大家看一下嗎 來來來來 這個是我最近專門設計給大家 養顏美容的喔 女生要美就看這裡喔 因為我常常吃銀耳 白色入肺 肺煮皮毛 所以我們常吃白色的東西 可以讓我們的皮膚 非常的漂亮 然後它有非常多的 膠原蛋白 它還有很多的多糖體 其實它也是抗癌的喔 如果你癌症有化療的時候 你可以多吃銀耳 它可以改善你的那個水塵禍 因為它是滋陰 它可以滋陰補水啦 女生常說 要補水 就是補身裡面的水 所以 然後這裡就是陶椒 有沒有看到 你不要以為是 琥珀 或者化石 它就是陶椒 那我們要把它泡水 泡幾個小時之後呢 大概兩三個小時 你看 那個有一些黑色的東西 很容易移除的時候 就把它移除了 然後這個也要泡水 這個泡水呢 通常呢 其實30分鐘就可能了 你可以把它泡好了以後呢 就把它撕一撕 然後把它跟陶椒 跟泡好的陶椒一起放下去 陶椒白沫 讓它們先燉 燉到差不多的時候呢 它要剩下兩格的時候 我們再把蜜月梅放下去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蜜月梅 不要久煮啊 蜜月梅是水火 火或者是火開 它裡面有 還有很多很多的營養成分 就希望它久煮後沒有味道 或者是它的營養成分就中了 而且放綠莓 對女生什麼最好 對 泡尿系統可以防止尿道炎 女生真的在尿道炎 真的對我們來講 因為我們的尿道比較短 很容易尿道炎 尤其是夏天 就可以多吃蜜月梅來防止 還有 其實蜜月梅對保肝也非常好 我讀食物聖經 我發現他們做的實驗裡面 蜜月梅對保肝也好 那我們肝就是幫助我們排毒 如果我們把毒排得乾乾淨淨淨 我們的肺也非常的好 然後潤肺讓我們的皮毛也很好 這不是就是乖乖 就很美麗嗎 好 然後我們來看看我們剛剛那個 我們剛剛那個 還有一個 剛剛那個優格 喂 優格什麼時候吃最好 如果你要減肥 好 夏天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我是說一天的什麼時候吃 早上 早上嗎 很多人都以為是早上 答案是 錯的 好 早上當然可以吃 但是晚上吃更好 睡前兩個小時吃 或者你就把它當晚飯吃 然後你可以加上水果 那這樣子呢 因為優格它有蛋白質 然後它還有鈣質 然後它有那個 它有很多的乳酸菌 可以幫助你消化 讓你的腸子呢 晚上也過點工 但是不會太累 對 還有 再加上這些維生酥 D30纖維 可以把你的好菌養大 所以就可以健胃整腸 維持免疫 看一下 現在過敏 他們說媽媽懷孕的時候 吃優格 小孩子比較不會過敏 現在吃也還來得及 現在吃這個可以 溫優格 我剛剛說 腸道溫度的38度 因為我們體內差不多 37.5到38度 受菌的活性會高 有助減透 所以你如果晚上不要大吃大喝 好好地吃優格 除了補補質 還可以補容鹽 還可以讓你身體健康 改善腸道 大家知道嗎 我們的腸道菌非常重要喔 你會不會健康 你會不會得癌症 你會不會三高 你會不會自體免疫疾病 都跟你的腸道有關 因為腸道是我們人體的防衛線 你的最重要的防衛線 我們所有的免疫細胞 大概七八成都在腸道裡面 想不到吧 可是現代人都亂吃亂吃 所以呢我們的腸道菌 都被我們折磨的 很辛苦 為什麼呢 也不一定非常辛苦啦 就是看你的菌種怎麼樣 我剛剛說腸道菌有多少呢 妹妹你知道嗎 你肚子裡有多少細菌 不知道 一百兆 一百兆 你會不會嚇死 可能體重有一公斤喔 可能一公斤是那個細菌 你會想說 有那麼多細菌 是不是很可怕 不可怕它是你的重要器官 它對維持你身心的健康平衡 非常有關係 尤其現在的人自體免疫疾病那麼多 其實都是因為腸道菌失衡 腸道菌呢 我剛剛說有好菌對不對 有中性菌 有壞菌 好菌當然就是保護我們的腸道 那中性菌呢 我剛剛說它叫四肌菌 等待 四就是等待 肌就是機會 等待機會 來做好或做壞 所以如果妳好菌力量大 它就變好菌 壞菌力量大 它就變壞菌 然後當然還有壞菌 那我們好菌要維持多少 你們知道嗎 好菌要維持百分之一 十五 至少要二十 十五啦 至少要十五 然後最好到二十 然後壞菌呢 讓它再十五一下 因為中性菌呢 就佔了六十 所以我們要讓好菌多一點 壞菌少一點 那怎麼樣讓壞菌少一點 就是讓好菌壯大 它就把那個空間佔滿 所以壞菌就沒有結分 或是不要壞菌呢 因為壞菌進來以後 它就會在妳的腸子上面 腸壁上面打動 現在有很多人叫 叫什麼 叫腸造症 還有什麼氣勢症 都是這樣 它就在 就壞菌太多 它在那裡打動 打動了以後呢 所以讓妳很多的 細菌啊 或者妳咬了沒有咬 那這些東西 在我們的血液裡 我們的血液要非常乾淨 那如果這些進去了以後 妳的免疫大菌就會開始來 驅逐他們 然後就雙方激戰 然後妳的免疫大菌就要發炎 因為發炎它才會有力量 它就可以打敗那個壞菌 可是如果一直以妳的腸道為戰場 一再的發炎 發炎修復 發炎修復 很容易 第一個就是 癌症是這樣才生的 修復不當的時候 還有自體免疫疾病 就過度 還有 因為妳的腸菌 不能幫妳維持這個 血脂肪啊 膽固醇啊 正常的代謝 那妳就會代謝不了 所以我為什麼 一直要喝清淋糖 因為蔬菜水果 豆類 骨類 這些膳食纖維 就是我們好菌最好的養料 它可以幫助我們 好菌可以利用它 去壯大自己 就是它的食物 讓妳的腸道變成 非常健康的酸性 那但是 如果像我這樣 那個腸菌生來就不好 你知道嗎 腸菌就是我們父母 給我們最好的遺產 特別是媽媽 我們經過產道的時候 或者媽媽餵父的時候 我們就會遺產到它的好 遺產到它的細菌 如果它的菌蟲是好的 我們的菌蟲就是好的 如果它的菌蟲壞菌 本身就多 或者菌種的樹類 本來就少 那我們就會少 那我家呢 剛好就是 就是從 我們家都有便秘的毛病 我以前身體健康那麼不好 就是因為便秘很嚴重 所以皮膚很黃 然後暗沉 毛孔很大 到現在都流的痕跡 那這些後來我喝清淋糖就好了 但是後來我又發現 如果我能夠改善菌蟲 因為 這樣子我當然可以慢慢的兩大菌蟲 但是如果我吃優格 它就會又有多的菌蟲 所以兩鄉 這個怎麼講 互相合作 相成效果 我就會好菌越來越多 而且好菌的長大 所以這是我為什麼 迫不及待想要有優格 那為什麼我以前就是不喝優格呢 第一個我不喜歡 早上喝冰冷的優格 因為我們女生死女久寒 尤其我又胃寒 所以只要冰冷的東西 我都不想要 我想要喝溫的 那可是你在外面買的優格 都是冰的 一定要冰冰箱 然後死甜 所以你喝冷到結果呢 沒有減肥反而變燙 所以我現在就發現 有一個我可以自己優格 還有以前我也買過優格機 誰家有優格機 有 到最後有沒有放棄 沒有啊 好厲害 我最後就放棄了 那個就是 覺得太麻煩 所以就放棄了 那我覺得 你家裡有電鍋對不對 有優格機對不對 然後又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泡茶機對不對 現在我告訴你 他一個就比所有了 他可以泡茶 他可以煮湯水 他可以煮燕窩 他可以有溫奶 他可以煮優格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你可以跟生活台藝場前 不爆表的戀愛呢 因為有了他做幫手 就不用每個事情都自己忙 要給他就好 釋放你的時間 釋放你的空間 我家裡的廚房不小 但是你也討厭 那個廚房上面擺的 都是東西對不對 好麻煩 然後我有的時候 都特別做一個櫃子 他們全部都收到櫃子回去 可是每天都要這樣收來收去 很討厭 我都練過危險 他難堪 都把他蓋起來 那 可是如果這個擺在外面 好漂亮 而且只要一個 不期待所有的 如果你就覺得 這也是我 愛他的原因 好我們再交一道 這個我也非常喜歡 所有的婦女朋友 剛剛我們說 除了彈彈以外 還要怎麼樣 還要有天然的什麼 紅 對不對 天然紅 就是補紅水 補紅水 補紅水 非常的簡單 紅棗 五顆 枸杞 二十顆 紅糖 一兩勺 紅豆 二十顆 紅米 要帶紅米的花生 這是煮一個人份 但你要多一點也可以 譬如說你給魚鎖 紅棗 八顆 枸杞 五顆 紅糖 這兩勺就好了 紅豆 二十五顆 紅花生 十顆 也都可以 把它煮在一起 就全家都可以喝 這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他們每一個 都會幫你補皮生血 我們說女生血最重要 男生氣很重要 男生要補氣 女生要補血 因為女生通常血不皮 所以呢我們補血的話就會天然紅 然後皮 皮鬚會怎麼樣 很多人胖胖的 不是他真的很肥 而是他皮鬚 然後嘴 常常水腫 然後他的肺部還血紅 所以我們就是要補皮 要補皮 那這些呢都可以補皮 健脾 腦胃 女生胃寒 我以前胃寒的時候 吃什麼都不吸收 我好高興 我永遠都維持瘦瘦瘦 可是阿妹 顏色 就沒有營養 所以呢 就很多女生這樣 一摸人家人家就嚇死了 手下鼻子一樣 兩年美容 而且最重要 他幫助我們抗癌 他可以幫助抗癌 尤其你在化療的時候 是這個 他可以增加你的白血球的數量 他也可以提升你的紅血球的數量 還有你如果筋胖的時候 筋胖的時候 你定期這樣子吃 會減緩筋胖 所以看起來 非常簡單的一個東西 就是小命力大風 所以這就是我最喜歡食物的地方 因為食物喔 它一個有一個的效果 加在一起又有相成的效果 現在就是說 最多樣的食物可以帶給我們多樣的效果 甚至呢 我常常鼓勵大家說 臉皮啊 臉籽啊 跟金花火葉 每個地方都要吃到 因為每個地方 它對我們身體的功效都不一樣 我們身體裡有很多很多的蛋白鎂 就是酵素 準備要跟這些 植物裡面的化合物 叫實化素 去起作用 然後或者礦物質 或者其他的維生素 可是如果你沒吃進去 它就沒有作用 所以我們就要廣泛的吃 多樣的吃 對我們要做很好 所以這個呢就是大家 時不時可以蹲起來 然後就用這個蹲 非常非常的方便 它也可以泡茶唷 我很喜歡 我以前很少用它泡茶 因為 因為覺得很方便 泡茶完了以後 可以有一個地方放 它現在有一個 它的架 泡完以後就放下去了 然後就可以泡了 泡好的 哇 這是怎樣 要招待大家 要招待大家 真的嗎 需要打卡嗎 已經打過了 他們都打過了 他們都打過了 都招到大家 那我也有一個嗎 有 在這邊 來來來 大家試喝一下 非常好喝 看起來就很美麗對不對 還有這個瓶子好可愛 可以帶水喝 謝謝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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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剛剛跟大家 讓大家分享了 就是 五紅水 待會大家也可以試喝 我們其實還有一道喔 還有一道很精彩的 靠過它也有嗎 它 你有沒有打卡 有 它在後面沒有看到 很好吃 對對對 要給它一個 好 大家都有 好來 那個我還要教大家一個喔 還有一道好的 你看 我們剛才就被這個吸引 對 母親節的時候 這樣給媽媽吃 是不是 超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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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五星級料理 我告訴你喔 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我告訴你 還有一個也很好吃 我用男性 我用男性 用調理機 把男性 泡熱水 或者煮一下 然後把男性的 用調理機 打細了以後 跟剛剛那個 桃椒 然後 跟一點點 那個白米 就是那個 杏仁跟白米 打會更細滑 打完了以後呢 就把它放下去 那個薑拿下去 打 然後跟桃椒 然後再加上 你要加一個什麼都可以 然後煮起來 也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然後有一次呢 我教大家一道 五星級料理 也是用那個鍋做的 其實我覺得 母親節也可以這樣 就是用蟲草花 蟲草花加雞腿 然後加巴西蘑菇 然後也再加上一個 不是桃椒 是另外一個 現在也很流行的 料理 然後把它放在這裡面 一起煮 放到這個館裡面 也是非常高級的料理 母親節料理 母親節不要再請母親 去吃大餐了 因為吃得太肥了 吃蛋糕更糟 我們吃點健康的料理 非常好 最後我們教大家一道 還有一個有嗎 沒有啦 那沒關係 那我偷偷教你 大家覺得台灣有一個東西 是紫紅色的 非常的好 他們說它降血壓的效果 比降血壓要還好 好 紫蘇不是 不是 是 鐵豆花 鐵豆花不是 是 是 花 也不是 啊 大家都猜不到 鐵子 也不是 是 是花 鐵豆花 是 駱神 打對了 駱神 對 我們可以 我們有一道就是 來來來給大家看一下 駱神 好 來 這個 這個駱神 你是跟什麼一起煮的 對 駱神六顆 玫瑰花六顆 放在那裡面煮出來 就這麼漂亮的顏色 是不是想要跟生活談戀愛 玫瑰花 也是可以幫助我們氣的運行更好 好 然後再加上那個 我剛講 駱神 所以這個 在夏天喝 也非常好 六顆六顆 再加水 就可以了 好 水啊 水大概加到一千 一千二 對對對 你看你想要的味道 是不是 我覺得 最美好的就是 利用美食來養生 讓自己 既健康 又美麗 然後很幸福 最好像我一樣 把老婆也拉進來 讓她一起跟食物談戀愛 然後她就會發現 哇 原來老婆 她說 你懂得真多 然後 欸 你好像 創意也蠻多的 會更愛你 而且 她也知道 就說 哇 原來我們為了這個家的健康 為了她 她 付出了這麼多 她也會更便宜 所以生活會更便宜 好 謝謝大家 大家有沒有問題 好不好喝 好喝 好喝 有問題嗎 請問答 那個精力 她一定要買有機的嗎 那個菜 喔 不一定 但是 她講 最好是 我的話 如果要進那個調理機的 我盡量會買有機 因為呢 我只是為我自己健康 我 避免吃到那個肥料 或者是農藥 同時我也是愛護這塊土地 主要是 因為 所有的農藥和化肥灑下去 百分之九十九 都會在土地合流裡面 污染土地和合流 所以我願意跟 願意跟有機耕種的小農合作 因為他們也很辛苦 真的種有機 我認識很多小農 種有機 種到幾乎親家當產 因為 你自己種過 你就知道 我種一期白菜 只有一顆火 只有一顆火 其他 那個蝸牛啊 我家 本來沒有蝸牛的 不曉得怎麼 牠就跑來了 然後就把牠吃光光 所以這個 有機農夫很辛苦 如果你不用撒農 不要浪化肥的話 所以我願意跟他們合作 就是幫助他們 共同的愛護菜 然後我自己吃有機吃久了以後 我也發現 真的牠的味道比較好 營養比較好 所以我現在 就是很能夠更變 牠們的差別 而且在盛產的 要不然你就是盛產的季節 買盛產的蔬菜 千萬不要買 不當時 要不會當時 那個當地 你有看過 我有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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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也是用這個湯 我就是 早上起床 我先把菜拿出來 然後我就開始去準備菜 然後我就把它按這樣 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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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養比較不有 starter 一樣達到 殺青 去菌 去蟲卵的效果 然後再來打基睥 要不然你就買 小菜 芽苗 芽苗 它的營養也各不出 對 它就是要好好的醒 就要用烹身吸 所以 我覺得 她min她一定要淘水嗎 我自己 我覺得說 我覺得說 我們 要避免自己的身體 我们的免疫力就是身体里面最好的医生 所以你平常不养生 然后将来就养医生 还有有人说 如果你现在一毛不拔 对养生一毛不拔 将来医生就会帮你拔的一毛不胜 那我自己的经验 我陪我先生走过28年 我从以前天天吃药 我是一个药官被我先生笑 我每天起床不是胃痛 就是腰散 胃痛 头罩 那个然后是胃罩散散戴透 然后就是每天都要带很多的药 去上班 我的那个有一个 TVBS来拍我的时候 有一个那个摄影师 他就是以前在华市当助理 在学生的时候在那边实习的 他说陈姐我还记得 你那时候有一个笔盒 全部放满了药 对啊 那你那时候吃药 你很辛苦 身体也没有更好 你吃了这里又坏了那里 你吃了那里又坏了那里 所以我后来我觉得 我先生得肝癌以后 我发现这不是办法 因为他也很危急 我虽然不是很危急 但是每天上过日太痛了 所以我才 我那个时候下定觉醒 就要开始找回健康 所以我就开始去读很多的事 然后我就发现食物 因为食物才能滋养我们的免疫力 只要我们的免疫力 我刚刚说你的免疫力 不只让你健康 还让你美丽 包括你的毛孔 大不大 小不小 有点长条啊 都会好 所以 都是他管的 所以我上次去南部 有人就是 有一个妈妈说 他女儿要跟我这样照相 因为有人说他要这样照相 说他瘦了五公斤 那有一个很得意说 那我要这样照相 我瘦了六公斤 女儿瘦了十公斤吗 我看他才高中生 不可能那么胖 他说不是 几个月以前 才说三四个月以前 很痛苦 后来喝这个绿拿铁就好了 所以我去看他的衣服 非常的漂亮 所以有来就是跟我 就是告诉我说 他喝绿拿铁或者喝金铃糖 有什么功效的 不是说排便顺差 就是说胃不再痛了 感冒好了 然后甚至皮肤变好了 好 很多很多 皮肤变白 变漂亮 就还有人说 他的本来眼下的汗管流 要去做美容的 好 现在就省下了雷色美容的 所以这都是你的免疫力啊 你不要把你身体内的医生养好 他将来呢 你就只要靠 只好靠此外的医生 而且当你很医生 严重的时候 体外的医生可能来不及 譬如说我的植骨 我有一次发现他 因为他很胖 从小就胖 随着年龄越来越胖 到南福福大学就胖 高中就胖一点 大学又更胖 到美国去留学 胖到不行 然后有一天我看到他 有一条黑线 说不得了 我去擦擦看擦不掉 我就知道这会 为什么 这就是洗鲜 就是胰岛素肚肠 肠尿病的病毒 所以我就后来就教他 喝精力草 喝绿拿铁 他后来就加入绿拉铁 好回 喝绿拿铁 最后的 我们整个都消了 所以是可以逆转的 就是说 你还没压力 以前 你长出肿瘤来了 那就没办法 如果你肿瘤 刚刚一点点在长的时候 你就可以每天清除癌细胞 然后你如果你的那个器官直变 还没有变化很大之前 你去他就可以逆转 比如说我以前肝也有一点点的纤维化 就粗糙 可是我这样喝精力草 就没有再粗糙 他没有往下走 他就可以往回你走 他可以帮你修复 所以我觉得 什么钱都可以省 让我健康 不可以省 这是爱自己最好的方法 就是都要买那个油漆水果 水果 水果没有油漆 蔬菜可以 水果没有油漆 水果没有油漆 水果就是 水果 连鼻都可以 我有一个法导 叫菊宝 你有买 我告诉你 我真的很好用 我有一次穿 我早上起来都会游漱口 你知道吗 那我那天 我有看到 你有看到那边吗 有漱口 结果 你打个喷嚏 喷了一声 因为我有跟你加FB 谢谢你 真的有根 对对对 后来我就用脂宝 喷喷喷喷喷喷 而且我还过了两三天才洗 结果一点都没有油下来 所以我觉得 你就是 我就 为什么你刚刚问我说 要不要喝好水 水占我们身体 血液的90% 占我们细胞的 皮肤70% 你没有水 你就不会漂亮啊 有没有人叫水果牛啊 水果牛啊 他上去旅行 他会喝绿拿铁吗 旅行的时候 我啊 就没有 但是我的还有 还有我的绿拿给同号会的人 也有 所以就是看学习 还有 那我出去外面 会尽量 照那个 就是把它都吃了 而没有打 因为没有机器 但是效果差一点 不过我觉得总算太算不够了 可以放一个钟楼以后 那你会加姜黄吗 我会 我现在打精力汤都加姜黄 还要加胡椒 黑胡椒 黑胡椒 对 而且我先生非常的有耐心 我们 因为姜黄一定要加黑胡椒 它的抗癌效果 会提升200倍 所以我就教他 那但是黑胡椒热 所以我先生 他体热 我体寒 通常都这样 男生比较热 女生比较寒 所以他就先试试看 他就先加了三颗 结果 我喝得非常的好 他喝了也非常的好 就很开心 那明天试试看五颗 结果加上五颗的时候 我还是非常的好 更好 他非常的燥热 他说我今天整天很燥热 他说不行 五颗不行 所以我们就恢复三颗 所以食谱是给大家参考 自己再加 他姜黄的量大概有多少 姜黄 有的人 有的人加比较多 像我刚说 那个总流不见的 他就加很多 但是我自己呢 就想说 最好安全 少要多量 所以我大概 不会到一茶匙 半茶匙 二分之一茶匙 两个人 然后再加三颗胡椒 因为每天嘛 我觉得每天 就是什么事情都怕天天做 你做了一天 你那坏细胞长多很多 就来不及了 所以你每天清楚 每天清楚 每天清楚 就没有 就没有 我都用力 因为我自己 有很棒的小理机 所以我不会买整 因为前一阵子胡椒粉 也有很多的问题 都有很多的 加物 所以我都用 所以我都全食物嘛 真的食物 好的食物 全食物 看的去一元形容 比较不会用 那请问一下 那个精力他们 我还没有讲完 我告诉你们 一定要加柠檬 柠檬 加柠檬片 把纸拿掉 我有加 超好喝 我有加 有点橘皮的香味 非常棒 有点像巴士料理 最近我先生加大蒜 大蒜 大蒜是橘皮 虽然是好的 但是它的低密度胆固醇很高 那高密度胆固醇很低 这样子对心血管的疾病 也不好 因为他们说 胆固醇的总量 还没有 你的低密度胆固醇 或者高密度胆固醇的量 来的重量 那我呢 刚好高密度胆固醇很好 然后那个低密度胆固醇很低 所以他就说 那他也要所有 所以他就加 大蒜 也不难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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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了以后我觉得还蛮好喝的 对对对 我觉得还不错 加大蒜 是啊 所以 对 让自己美美的 我们现在来了两位美女 美女再加上养颜的话 就会更美丽 对 还有问题吗 我有问题 就是说那个精力汤打完了 可以啊 但是我都会尽量在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前 把它喝 半个小时 三 二 一 妈妈 也没有好 漂亮 体肤好好 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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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精力汤就让她的过敏好很多 你现在看她的皮肤 哦 真的哦 真的 真的 有一个妈妈说 淨 她用我的精力汤把她的儿子从小学幼稚园到当夾都没有好的过敏自豪 就是這樣 每篇功夫 好的善事先會 也會讓駿陽好 我剛剛也沒說 如果那個駿陽好的話 也會讓他的心情好 因為好駿就會讓 好駿也會影響我們的情緒 而且會影響你的考試成績 因為他會 對 專注力 當你的駿好的時候 專注力會更好 而且我們有兩個 一個叫讓我們愉快的 一個叫學青素 一個叫多巴胺 它都是在我們腸道製造的 所以現在憂鬱症很多 壓力很大 可能都跟你的駿頭不好有關 所以當你的好駿多的時候 你的腸道細菌 就會製造很多的血清素 90%的血清素是在腸道製造 50%的多巴胺也是在腸道製造 而且那個多巴胺就會讓你專注 讓你有成就感 讓你很努力 很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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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這個非常重要 好 好 好 你們跟我拍不公平 因為我的年齡是你們的 double double 你要按哪裏 你要按哪裏 這個 好 這一個 再一張 再一張 要拍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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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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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昨天還在找你吃這個 這個 真的 好乖 等一下 對 所以你要跟你的同學 他說 吃好了 外菌喜歡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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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菌喜歡吃 喜歡吃雞塊 就是他喜歡吃高濃的 高濃 對 你一吃下去 外菌就會長很多 然後你就會長很多的 你就會開始過敏 發炎 然後 然後你的成績就會 你會發胖 所以我一小的時候 都跟我的女兒說 你吃那個就變不活 他就不敢吃 是真的 因為你想你的皮膚變壞了 你變得很胖 是不是 就不好看了 對 而且你的成績會低落 我們去學校 我們除了教大家 怎麼健康的吃 就是抗癌 我們也去學校 教小朋友 像你們這樣的小朋友 怎麼吃 然後我們也會請小朋友 填問卷 就是說你覺得你自己的問題 然後我們會知道他的體味 然後體重啊 身高等等 然後我們來分析 我們發現很多 就是喜歡喝高飲 糖飲料 喜歡吃點青 喜歡吃甜點 吃糖麵包那些人 他就會過重 而且會便利 而且他自覺 他的成績要加油 他自己也會覺得他成績完 因為就是我剛剛講 他會影響到你的專居力 甚至那個小老鼠 當他們腸菌很溫暖的時候 他的記憶 他的記憶 他就很溫暖 那他就走迷宮 本來會走的 就不會這樣 其實現在蔬食類 也相對的比婚食類 還要養生健康 對對對 非常非常好 我告訴你水有多重要啊 那個小朋友 你去考試的時候 考試前喝一點水 會讓你考試成績比較好 就在美國做過實驗 他們說我們的大腦裡面 百分之九十是水啊 所以呢 如果你缺水的話 你的腦也會縮水 你縮水的話 你當然你的考試成績會好 所以他們就發現 很多小朋友去學校上課的時候 基本上都有一點點缺水的狀況 所以呢 他就會 就是說 就把小朋友分兩組 一組讓他考試前喝一點水 一組都沒喝水 結果成績是喝水的這一組 所以喝好水不重要 我這麼多年 我這麼多年 就是都可以避開所有的食案問題 就是我很重視我的食物 因為食物就是我最重要的 我養生最重要的 然後我都自己照顧我的食物 因為我最近也是有一個小朋友來看我 他呢 人長得很漂亮 可是身上就是過敏 然後我就說 你是不是很愛吃甜的 他說沒有 我都不戒掉了 我都沒有吃 我說那你很愛吃炸的 他說也沒有 我也沒有吃 他說那你不吃青菜水 他說我吃很多 我說那你為什麼還會這樣呢 他說他不知道 他說可能是 他說但是他說 他是很多的外食 那就是外食 因為外食是人家準備的 他很多 他可以高拿 還有他很喜歡過油 對不對 很多東西過油炸過 或者是 甚至不炸 看不出來很炸 但是他過油以後 顏色比較漂亮 但其實啊 他過油才會有那個滋味 然後才好吃啊 有油啊 然後加很多鹽 加很多糖啊 像也有一個我的粉絲 寫那個 寫在臉書上問我 他說 我只要一吃到有糖的東西 我就會立刻毛囊鹽 就過糖 好難 然後就發炎 所以糖很容易促進 好可 那我就問 他就說 他已經避開所有有糖的地方 可是他只要外食 他還是常常就會這樣 因為外食的時候 人家就會給他加糖 因為加糖才好鹽 加一個 加一個 對啊 所以自己做啊 所以自己做 然後就需要有很多好的工具啊 那你那個水也是要有好的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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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也有 那你上次你也有在讚甜 營養啊 真的喔 真的是我的鐵粉啊 真的喔 真的是我的鐵粉啊 真的喔 感動耶 哎呀感動 所以你也覺得好好吃飲食對你比較好對不對 現在媽媽三餐都會說 哎呦 小吃外食就進去啦 真的 那你現在進了嗎 厲害 對啊好厲害喔 所以他將來要過喔 對啊 又健康又美麗又聰明喔 對啊 你幾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對 我們現在要救的小孩 就是三年級和四年級 因為過了四年級以後 就不聽媽媽的話了 哈哈哈哈 有什麼外食 媽媽從媽媽偷入我 然後看三歲開始做這種話 就是媽媽就叫我 不要吃太多雷子 然後都不斷吃 哎呦 這媽媽太好了 你真的遇到好好的媽媽 可是我跟你講 好多小朋友到五年級 六年級以後 就開始不聽媽媽的話 不聽爸爸的話 然後就開始亂吃 所以我們每次少年大調查 都發現四年級以後 就五六年級的小朋友 都外食很多 都比較沒怕 美胖的比例都比較高 都喜歡吃換髒髒 對 然後就是便秘也會比較嚴重 然後他們都會覺得說 自己的那個課業要加強 所以你這樣子要繼續下去 媽媽 小時候媽媽都知道我吃麥當麻 然後媽媽 所以我現在吃麥當麻 就覺得很好 對 你看 哦 就是我說的 你養好了以後 你的味蕾很激心 你根本覺得那個 你根本不想吃 你知道是誰想吃嗎 是你的壞菌 你的壞菌 如果你壞菌很多的時候 他就會叫你去吃那些東西 如果你好菌很多的時候 他就叫你吃不下那些東西 都要吃好的東西 所以代表他很健康 他身體裡面都是好菌 一肚子好菌沒有 壞菌很少 對 是不是覺得自己很棒 好健康 所以媽媽很重要耶 好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媽媽 都是子女生命中 都是家人生命中最重要的貴人 因為你就可以把自己和家人都照顧得很好 讓他們都永遠健康 因為會一代傳一代 你知道嗎 好菌會一代傳一代 媽媽的好菌傳給你 將來你傳給你的小孩也是好菌 因為他們做過研究 如果這個壞菌很多 然後呢 到了下一代 壞菌更多 好菌更少 一代一代 到那個菌種的種類 都會越來越少 所以現在為什麼 那麼多小孩不過 就是我們的菌越來越多 菌越來越少 這樣有虛榮嗎 有沒有覺得你媽媽很棒 有沒有覺得 你身在這樣的家庭好讚 媽媽 那母親節要給媽媽媽什麼 好 剛剛我三位要把我的飯 在家裡很好吃 然後要給我吃飯 喔好啊 喔那個雞喜 你有沒有那麼多 再告訴我好不好 雞喜玩的時候 你給我活上來 你可不可以用這個 來給媽媽做一個雞喜 媽媽有嘛 好 你什麼都很好 就是不要跟阿姨一樣 無貝 對 你從小就無貝 活到現在還在想 改了七十年 我在改 所以如果現在就把那個 表成這個好的習慣的話 你將來一定是一個 又健康又美 因為雞腿跟我們的人 健康又美 那我爸爸以前 天天打我 就拍我 可是我還是脫背 所以要 其實要靠自己提醒自己 因為我那時候不能 就覺得爸爸好討厭 為什麼你不打我 那我自己不會覺得 所以後來我女兒的時候 她演佛背 我就換我 那我女兒也嫌我討厭 可是有一天我們在意大利的時候 對面走來一個 妙齡女子 十幾歲的女兒 她就這樣子 我看她像從對面街走來 我就問女兒說 你看她老 她十六歲 媽媽六十歲 你看她老還是我老 我們女兒第二天就開始這樣 你看到那樣走路真的很好看 而且身體也很好看 對 從現在養成 就是我鼓勵大家 只有養生就是養生好的習慣 每天用好的習慣 取代壞的習慣 你就會越來越健康 而且你永遠都會努力 謝謝啦 謝謝 謝謝 母親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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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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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加入我的臉書嗎 有 你是誰 Jesse Jesse 是誰 拜拜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可以給我吃嗎 可以 可以 每天都給大家看吧 好 真的要給我吃嗎 這樣我會覺得 不好意思 我跟他們一樣 買那個最好的 我覺得想要那個是冰的 哦那個是冰的 這是剛熱的 哦這是熱的 對 那我就不客氣了 沒有 你看 你看 讓他們 讓大家看我喝喝 對 難得有機會 哇 這木耳齁 真的 你看 她蹲了那麼久 她很Q 她的膠質都出來了 但是她沒有爛 這就是我最喜歡 用她的原因 我如果用一般的電鍋 她就會煮得爛爛的 糊糊的 看起來就不好吃 嗯 嗯 還是會滑 不要拿湯子 湯子好可愛 湯子好可愛 對 生活就是這樣 一點點情緒 你用一個很漂亮的碗 用一個好的湯子 然後拿給媽媽 然後我覺得 好棒哦 好幸福哦 好像自己也是皇后公主 你看哦 我就說 她的木耳煮出來就是 非常的Q彈 然後膠質都出來 但是不會軟爛 就是她很棒的地方 嗯 有無關器 所以我老公現在也可以煮 所以 那陳姐平常弄美人煮什麼比較多 哇 我什麼都煮欸 我煮湯 我紅燒 甚至我也有時候燉中藥 因為我們到了這個年齡 有的時候要補點氣血 那中國有一些中藥是蠻好的 欸 我曾經在教過大家用那個 煮那個龍眼桂圓 加黃酒 嗯 我也煮過燕窩 煮過 哎呀 我也煮過那個五谷米飯 她煮出來的五谷米飯 真的 跟我的厚苦鍋煮的不相上下 可能還更好吃一點 因為她 她薄那麼小 嗯 我還煮過什麼 幾乎我各種都煮過耶 她也可以乳豆干 對 我有一個 乳豆干 也很好吃喔 都把豆干 跟妳要的乳包啊 什麼丟下去 就很好吃了 對 剛剛看到我們那看 這個節目 真的好吃 真的 拜拜 拜拜 謝謝 謝謝 喔 沒關係 喔 好好好 剛剛買粉藥 她要請您簽個名 好的 謝謝 先接一 來 你要低一點 你要低一點 坐上去 你要坐上去 你要坐上去 然後你要這樣 你不夠重 下禮拜她就是我的生日 真的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跟母親節快樂 好 謝謝 謝謝 好 今天拿一個更好的比物 好 我們這邊寫的所以不好吃 我有一個好一點的 好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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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進入嗎? 這麼多呢? 我們在半年期 有嗎?